時間拉錯了一波七餅的攻勢 林冠倫 給到林一輝 他已經是球隊第三節最主要的得分點了 這一下摔得不輕 再看一次 林一輝來挑戰李奇偉 造成對手犯規 兩隊已經有點打氣火氣來了 剛剛陳建恩想要從林一輝的眼前通過 因為林一輝想站起來 可是陳建恩就是往他面前走 不讓他站起來 布拉一對一這次球被操掉 石敬堯漂亮離敲 這是我剛剛跟你提到 後面的人頂前面的人去斷他下球 這是最好Double Team布拉的方式 大部分的球員不這樣子用 可是這樣子用的時候其實是最堪用的 哇 石敬堯現在倒在場上 而剛剛裁判的垂判是判林冠倫 違反運動道德的犯規 我在石敬堯的前面 這個出走 那其實是不太好的行為 做多少少用手拉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這一下是直接撞在石敬堯的胸膛 一戰可能是一個問題 因為石敬堯在帶球其實是有往前的力量 林冠倫過去這個交叉來講的話 會讓這個撞擊的力道變得更強 沒錯 他應該是正好打到他的這個 胸這個胸骨的中間這一塊 這地方是很軟的 被打到的時候 會蠻痛的 如果再打到下面一點 也可能把肺里的呼吸給打掉 然後你有點呼吸不到 那個時候是很緊張的一件事 看起來到現在還在痛 就希望可以稍微阻擋一下目前為止 攻擊百分百的成功率 儘管大星眼看要完成防守 但最後才換響哨 要抓林冠倫的犯規 這球其實林冠倫不去接時間也到了 想要去多爭取一點時間 想要先搶到球 結果就賠上犯規了 這對林冠倫來說也沒有必要 來看這一次的傳球來講 李淑偉接到其實時間已經不夠了 但是林冠倫這一跳 那一手 一隻手掌還打在了對手身上 拿到十分以上 Q 持球變換一個方向之後 籃底下吃掉了對手 Davis這個是延遲比賽 而且還打到林冠的眼睛 現在裁判也要先來支持一下雙方 他是跟你講話 我剛剛裁判的手勢似乎有給了 戴維斯一個技術犯規 沒錯 Davis在投進之後 他是不能碰球的 可是你看進了以後 他不再去碰球 另外一個手 而且還打了對方的頭 所以應該會有一個延誤比賽的警告 那剛剛 不是你 怎麼可能 不是你 怎麼可能 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我們再看一次 這次撥球之後另外一手 其實目標應該是球 結果卻招呼在林冠的臉上 可是他沒有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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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